真正干我们自己想干的事情 而不是干我们不得不干的事情 我给大家举一个我的例子 在2006年我开始人工智能方向的研究 在2006年以前 我用了15年去学英语 我用了9年去学计算机科学 在2006年的那一年 我花了三个月的时间 看的论文打印出来 跟我人身高是一致的 我达到了什么 我达到在复杂网络领域里面 关键词的含义我听懂了 我的人生啊那是 15年的人生 如果这件事情发生在我的7岁 如果我7岁的时候 就有我27岁时候的知识储备 我的人生会是一种什么样子 我不敢想象 这是我一个人 如果是在场的各位 以及现在我们在地球上的75亿人 我们的人生会是什么样子 但是 因为在当年没有这个技术 我没有机会知道 但是首尔 你的孩子有机会知道 作为一个科研工作者 我对科学充满了向往 但是我真的天资有限 很多时候不是我不想学 是真的我学不懂 大家也许看见了 我的手里一直拿着一个手卡 为什么 是因为我记不住 大家不必骄傲啊 如果今天我们用了 全人类的知识共享 我特别想知道 如果我把这个手卡扔掉 我能不能焕发 我所有的自由和潜能 我能够发挥我所有的能力 能够跟你无障碍的沟通 他现在就横垢在我的面前 他把我和你之间隔离开了 我真的只想把它扔了 有这样一个技术 你却告诉我不支持 我多么想离真理和宇宙的尽头 哪怕就再进那么一点点 招文道 我稀死可以 可以可以 这是一个伟大的时代 这是 这是一个终将到来的时代 给岁月以文明 而不是给文明以岁月 这一次 我是与众无银的面壁者 这一次 我是知识共享的破壁人 好 好 让我们的文采 很厉害的 谢谢